大家好 我这盆铜琴草前两天刚给它上盆的 现在已经冒出新叶片了 其实上盆之后我就是马上给它浇了一种水 这种水就是快速生根粉 一勺对一千毫升的水 给它完全浇透 现在大家看到了 这些都是新长出来的新叶片 养护铜琴草我们一定要定时的分株换盆 因为铜琴草的根系非常发达 根系已经布满了整个盆土 它的生长空间非常有限了 它的生长空间受到了限制 就会出现生长完满的情况 所以适当的分株 然后换上新的质量 用土培的方法更有利于它羊毛盆 等过上四五天再给它用盐液氮肥 一对一千毫升的水给它喷丝 或者是浇灌 有利于这个叶片的叶子越有利 好了 喜欢铜琴草的花眼门 我们一定要记住 分株 焦点 生根水 有利于根系 长得旺 后期冒出的叶子才会更大更宽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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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